每年的端午节前后 是宜兰县大同乡红肉礼的盛产季节 今年因为雨水充沛 红肉礼硕大多汁 我们继续要带您前进宜兰的红肉礼节系列活动 去感受一下当地族人庆丰收的热情和活力 热情好客的原住民宰歌宰舞 用他们最热情的舞蹈和歌声迎接到访的游客 部落齐老进行传统祈福祭仪 为红肉礼节系列活动拉开序幕 你们现在可以吃到的红肉礼 其实在过完年二二三月那个时候 那时候在开花的时候 其实整个部落真的是美不胜收 还搭配樱花 其实整个部落非常的好看 来到果园里 看到一颗颗又大又红的红肉礼 一边采摘一边让人口水直流 这一口咬下去是什么样的滋味 哇 好甜喔 拿起大袋子 看到硕大鲜红的红肉礼 一颗都不放过 就怕摘得比别人慢 随身攜带的雨伞摇身一变 也可以当成柴果容器 哇 这个非常好吃 你看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肉礼的 红肉礼它很鲜红 很多汁 然后一口咬下去 在嘴里面都是它的汁很甜 来到泰雅部落 动手体验如何用糯米捣麻薯 听听部落的人文故事 了解传统泰雅建筑的样貌 也可以跟着部落的狩猎达人 巡忧探访狩猎秘境 行径中虽然时而下着雨 却一点也不减游客兴致 就还蛮好玩的 是 是 是 对 因为其实他们在狩猎的时候 其实也会碰到这样的环境 对 那就体验一下他们在这种 这种不方便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要维持他们的生活 就是泰雅族可以把 环境维护得这么好 然后呢 让我们可以来体验他们 索那个自己轻轻打造的那个狩猎地区 我觉得很感动 我们是觉得说 希望它能够多贴近大自然 然后还有一个是了解我们台湾本土的 一些多元化的文化 深度体验当地特有文化 来到这里旅游客 留下深刻难忘的回忆 新讨人爱电视黄鲜如故国 台湾银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